感谢关注朱家小仙,一键三连哦! 她淡雅如绝的气质,淑妃越看越满意。 像念素这种气质初衷的女子,和整个皇宫都找不出第二位。 若本宫把你送进东宫去阿策的跟障服侍,你可愿意? 打量念素片刻,淑妃终还是发了话。 念素一度以为自己听差了。 淑妃娘娘? 阿策的身边缺少一位得力的宫人侍奉,就张吉祥那粗莽人,怎么服侍得好阿策? 本宫看你平素话不多,形势也稳妥,有意把你调取阿策的审判做宫女,你可愿意? 淑妃又道。 念素不知该怎么回答,她自然是愿意的,但又怕私奉不好殿下。 当初若不是殿下开了尊口,她只怕已被献给皇上了。 太子殿下是她景仰之人,她愿意侍奉殿下一辈子。 好办上,她才艰难地道。 奴,奴婢愿意,奴婢谢娘娘恩典。 也许中她这一生,这是唯一一次可以靠近太子殿下的机会,她不想错过。 那你现在就可以去东宫了,此事本宫会同太子说,你只管先前往东宫,从今往后,你便效忠于阿策。 苏妃诞生下令,念素从心底深处感激苏妃,她行了柜礼,这才在念云的护送之下,前往东宫。 秋水正在煮店忙碌,突然间念云来了,并且带来了一个跟她的容貌和气质截然相反的貌美宫女。 一看到这个宫女的淡雅气质,她整个人都不好了。 念云一出现,不只是秋水炎镇一带,其他的宫女也在第一时间现身相迎,齐齐行礼。 这是念素,淑妃娘娘体恤太子殿下辛苦,特意派念素过来,静身服侍太子殿下。 念云长话短说,念云的一句静身服侍, 让在场所有的宫女和小太监都明白了念素是淑妃娘娘派过来的通房宫女, 跟秋水的身份差不了多少。 只不过,秋水是吴贵妃派过来的,而念素则是淑妃娘娘派来的。 吴贵妃是淑妃娘娘的死对头,太子殿下不宠幸秋水在情理之中, 但是淑妃娘娘不一样。 而淑妃娘娘娘送过来的宫女,气质似乎也格外的好。 就在这一瞬间,主殿侍奉的宫女和小太监便已高看了念素一分。 这其中最不喜念素的,当然就是秋水。 念素还没来的时候,她就没有机会静身侍奉太子殿下。 而今念素来了,那她岂不是更没有机会静太子殿下的身侧? 念云交代完,又跟念素聊了几句, 无非是让她主动找机会赐奉殿下。 太子殿下平日里不静女人身, 但如今念素有静身赐奉的机会, 一定要把握, 不要辜负了淑妃娘娘把她送过来的一番心意。 念素一一应下, 目索念云走远。 念云一走, 其他人纷纷过来向念素自我介绍。 正在热闹的当会儿, 念素听到一声骄斥声, 声音的主人正是秋水。 她看过去, 正对上秋水妇媚多情的双眼。 太子殿下的身边不缺服饰的工人, 往后你还是离殿下远一些吧, 以免被殿下嫌恶, 逐出东宫, 那就不好看了。 秋水人生的娇媚, 声音也是娇软动听, 但此刻说出的话, 确实不怎么好听。 念云诞生应世, 态度十分恭敬。 秋水却觉着, 念素是个有心计的, 表面看着温顺, 背后还不知是不是一肚子坏顺。 两人初次见面, 表面看着还算和顺, 但其中的汹涌, 外人多少能看得出来。 作为旁观者, 主殿侍奉的其他侍从, 都觉得念素迎面更大, 尤其是念素背后有淑妃娘娘撑腰。 太子殿下不给吴贵妃的面子很正常, 但没理由不给淑妃娘娘娘面子。 于是, 大家都很有默契地对念素嗜好。 秋水把这一幕看在眼里, 轻哼一声, 便走了开去。 再说回萧策, 她在离宫之后, 直奔文宅而去。 蚊虫听门房来报, 太子殿下来了, 心下一惊, 便猜到殿下突然出宫, 是为秦昭而来。 此前她还以为, 太子殿下是知道淑妃娘娘 为秦昭说亲一事而来的。 秦昭请她帮忙, 她觉得只是举手之劳, 便应允了。 但若太子殿下不知此事, 那么事情会不会变得很严重呢? 她快步出门迎接, 却见太子殿下已带她不入内。 秦昭在何处? 秦姑娘住在一里外的同福客栈, 臣派了几个家丁 在暗中保护姑娘。 蚊虫话音未落, 就见太子殿下出了大门。 她见状, 也带人紧随其后, 往同福客栈的方向而去。 同福客栈, 秦昭才拿到由宫里送过来的箱子, 仔仔细细地检查过箱子后, 发现没有少一件值钱的宝贝, 正打算着离开同福客栈, 希望能在天黑前出城。 不过, 突然有不速之客上门, 打断了她的计划, 此人正是大悦士的二皇子赛斯。 因为有人敲门, 宝玉以为是客栈的小二上门, 谁知一开门, 便见穿着中原服饰的赛斯站在门外。 秦昭见宝玉没知声, 回头一看, 就见赛斯以折扇, 推开了挡路的宝玉。 她一直在防着, 吴贵妃会对自己下毒手, 却不曾料想, 自己竟然被赛斯给盯上了。 而且赛斯以这种中原的普通服饰, 现身于客栈, 只怕也知道, 蚊虫在暗中派人保护着她。 秦姑娘不是搭妻太子的娇宠吗? 怎么不在东宫待着, 却跑进客栈落脚啊? 赛斯是个自来熟, 没等秦昭开口, 她便不请自入。 二殿下的中原话说得不错。 秦昭在最初的惊讶之后, 也迅速地恢复了常态。 她蒸了一杯茶, 递到赛斯的根桥。 不知二殿下所为何来? 哈哈哈哈, 就是听闻大气太子看中秦姑娘, 想请秦姑娘随我走一趟罢了。 赛斯的折扇突然伸到了秦昭的根桥, 想要挑起秦昭的下巴, 看仔细一些。 秦昭却是个粗鲁的人, 一把夺过了赛斯手里的折扇, 并且撕成两半, 甩在赛斯的根桥。 赛斯傻眼了, 她有生之年还从未见过 比秦昭更粗蛮的女子。 都说大气的女子含蓄矜持, 但是秦昭比大跃士的女子更加不羁, 竟然还挺合她的胃口。 东宫受宠的女子无数, 我只是在东宫攒住几日罢了, 你带我走有何用? 与其在我这样的平凡人身上浪费时间, 我劝你不如从其他的美人着手。 秦昭说着, 又粗鲁地拿了一杯茶, 一饮而尽。 赛斯上下地打量秦昭, 秦昭这话也有点道理, 但他打听过, 大齐的皇太子肖策对秦昭确实不同, 否则那日在端午宴会上, 也不会让秦昭同台共作。 而今在细看秦昭的容貌, 看着虽然不丑, 但因为瘦小, 实在是跟女人站不上边。 肖策作为一个年满时久的正常男子, 怎么看得上这样一个胸无伴两肉的女子呢? 不瞒二殿下说, 我很快便会离开京都, 回娘家, 而且我是被太子殿下赶出宫门的, 殿下现在还想带我走吗? 我是无所谓, 反正也没人看上我这样的下堂妇, 如果能跟着二殿下吃香的喝辣的, 倒也不亏。 不过吧, 若有朝一日, 二殿下被我缠上, 二殿下想要摆脱我, 怕是没那么容易, 二殿下姑且考虑一下再做决定, 我能等。 秦昭说着, 看向处在一旁的宝玉, 再去七壶茶过来, 二殿下是尊贵的客人, 不能怠慢了去。 是,姑娘。 宝玉上前拎着茶壶, 就想出门, 门外有塞斯的人, 见她出来, 直接挡住了她的巨路。 勤昭见状, 只好把宝玉叫回来, 罢了, 就在屋里待着吧。 宝玉折回了宝珠身边, 两人都有同样的担心, 如果姑娘被带去大月市, 姑娘这辈子岂不是就毁了? 在内心深处, 塞斯认同秦昭的话, 秦昭没有角色容貌, 又是个下堂妇, 若不是大旗的太子允许, 他哪能出宫? 既然秦昭是被肖策放出了宫, 这就说明秦昭没有什么价值。 一颗没有价值的棋子, 留在身边也没什么大用, 既如此, 何必多此一举, 怕人带走呢? 尤其是带一个下堂妇在身边, 会被人非议。 他原是住在驿馆, 他带来的人称同服客栈看到了秦昭, 并向他汇报此事, 他才兴起了汇一汇秦昭的念头。 此刻几乎难下, 他后悔没能摸清楚秦昭为何会出宫, 会不会是真被肖策赶出了皇宫? 若是如此, 他也就没有必要在一颗废弃的身上浪费时间了。 秦昭此刻非常庆幸自己是弃父的身份, 无论是大吉还是大岳士, 都看不起下堂妇。 他这样的人被大岳士的二皇子带在身边, 得多丢人! 见赛斯还在犹豫, 他起身, 把宝玉和宝珠叫到一旁, 低声吩咐。 你们两个收拾一下, 待会儿我们跟二殿下离开京都, 以后我们就跟二殿下混了。 宝珠接收到秦昭递过来的小眼神, 瞬间会议, 他小声地配合。 这样不好, 姑娘默默然地跟了二殿下离开, 那还回不回秦家了? 我回娘家也得被人给轻视, 还不如跟着二殿下去闯一闯呢, 你且放心, 我有分寸。 秦昭说着, 特意对宝珠低声而语。 当日我既然有办法, 让太子殿下带我进宫避祸, 将来, 我一样有办法缠上二殿下, 宝玉这时也明白过来, 他听到身后有动静, 回头一看, 究竟赛斯要走? 他忙道, 姑娘, 二殿下要走了。 秦昭看去, 只见赛斯带上他的人快步走远。 他追上两步, 意思意思地问道, 二殿下不带我走吗? 他一开口, 赛斯走得更快。 秦昭看在眼里, 松了一口气。 他觉得, 同福客栈不亦久留, 而且他的那番话经不起推敲。 如果赛斯去查他是怎么出的工, 就会知道他在撒谎。 确定赛斯走远, 他立刻让宝玉和宝珠准备一下, 他们得即刻离开同福客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他方才会不会也被他给骗了? 他越想越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 当下就想折回客栈。 谁知就在这时, 有人匆匆赶至, 竟然是肖册。 肖册也看到了赛斯, 他慢下了脚步, 表情温和地看着赛斯。 好巧啊。 分明是非常平和的表情, 就连他的眼神都很温和。 赛斯却觉得毛骨悚然, 有一种被毒蛇盯着的错觉。 过来探望一个朋友, 小公子来通福客栈所为何时啊? 赛斯不爽被肖册的气场所压, 面上却不动声色。 肖册八成是为了情招而来, 而他方才极可能又被那个女人骗了一次。 肖册深深看了一眼赛斯, 淡然起唇。 思事。 赛斯目送着肖册进了客栈, 谋中闪过一抹利己。 从来只有他戏耍人, 他来大起后, 居然被同一个女人戏耍了两次, 这口气他咽不下。 在暗中保护秦昭的人, 正在犹豫要不要去向蚊虫汇报赛斯来过的事。 乍一看到肖册和蚊虫陷得深, 他们忙出来见礼。 肖册是以他们别声张, 便往他们所指的客房而去。 才靠近客房的门口, 就听秦昭说道。 塞斯可不是好糊弄之人, 我怀疑他随时会杀回来, 咱们要抓紧时间离开客栈, 你们两个抬不动箱子, 得找人把箱子抬出去, 可是, 我又怕塞斯没走远。 要不, 去找文大人帮忙吧。 宝珠出主意道。 文大人没有必要帮我们, 我怕把他也给连累了, 早知道, 把他们都换成银票, 不然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负累。 秦昭很是挫败, 抬箱子的人倒是找好了, 但不在客栈, 还得出客栈把人给找过来。 万一塞斯还在客栈外, 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文虫在外面听了, 松了一口气, 他就怕太子殿下以为, 他跟秦昭有私情。 方才秦昭的话, 只证明他和秦昭之间清清白白。 在来客栈的路上, 他把秦昭找他帮忙的事说了, 当时太子殿下什么也没说, 表情也看不出什么情绪, 但就是让他狠处。 秦昭正在为自己的嫁妆苦恼, 他却听得熟悉的脚步声响起, 像极了萧策。 他回头看去, 只见表情莫测的萧策入内, 他忙起身, 规规矩矩地站好。 萧策也不说话, 就在此前再次坐过的位置入座。 秦昭头皮发麻, 觉得萧策此刻不笑的样子, 很吓人。 可以猜到, 萧策此刻的心情一定不太美丽。 这也不是他的错, 是淑妃要给他说亲, 把他嫁人。 他为了自己的下半生跑出宫, 没来得及跟他打声招呼, 这也不能全怪他吧。 那个, 殿下喝杯茶, 润润嗓子。 秦昭硬着头皮, 把茶送到萧策的跟前。 萧策没接茶杯, 也没有接话, 这让他不知所措。 他看向蚊虫, 希望蚊虫能帮帮他。 谁知蚊虫别开视线, 假作看不见的样子, 而且蚊虫还带着其他人都走了, 最后还把门关上。 这下可好了, 秦昭只有自己面对萧策。 他搬了个椅子, 在萧策的对面坐下, 自己倒了杯水, 喝了两口才倒。 殿下别生气, 生气老得快。 萧策依然不搭理他, 这样的闷葫芦性子, 实在让他受不了。 他还想倒茶, 却发现茶壶没水了, 当下他理直气壮得道。 这可不能怪我, 我找文大人帮忙, 也只是权宜之计。 再者, 这次是出宫的机会, 我总不能被溃在皇宫一辈子吧。 他正理直气壮地说着, 却对上萧策紧绷的下额线条。 虽然好看, 但看着挺吓人, 刚吓他怂了。 好吧, 我承认不告而别是我不对, 没有报答殿下的恩情, 就这样跑了, 也有点不道德。 但殿下这不来了吗? 这段日子, 承蒙殿下照顾, 秦昭感激不尽, 将来殿下若有用得着民女的地方, 民女一定鞠躬尽寸, 死而后已。 所以呢, 能不能别再生气了? 萧策清冷地一眼扫过来, 秦昭的心便提到了半空。 这是啥意思, 他刚才的告别表述, 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吗? 就在他心下忐忑地当会儿, 萧策突然起身, 他以为萧策这是要走了, 忙也站起身, 打算攻身相送。 跟上, 回宫。 萧策只撂下这两个词, 很是高冷的样子, 秦昭垮下脸。 殿下这是什么意思? 他再进宫有什么意义呢? 淑妃还是希望他嫁出宫, 别来祸害萧策, 他也不想祸害萧策。 虽然萧策很好, 很优秀, 也有意让他做他的女人, 但他真没打算再续前世的孽缘。 他不知道, 他的存在可能会害死他。 你觉得你能走得出京都吗? 塞斯就在客栈外, 你一出去就会被他带到大月室。 姑听闻塞斯为人凶狠, 折磨人的方法恶毒且多样。 你落在他手上, 不只能活几日啊。 你若不回宫, 那就跟他走。 肖策说完, 便迈着优雅的步伐走远。 晴昭行道, 赛斯并没有肖策说的那般恶毒。 但他清楚记得, 自己戏弄了赛斯两次。 赛斯的报复心有多重, 他前世是领教过的。 他若落在赛斯的手里, 不得好死是一定的。 没有犹豫太长时间, 他紧跟在肖策的身后问道, 殿下, 那我的嫁妆怎么办? 不能我进了宫, 嫁妆还在宫外放着呀? 蚊虫看着太子殿下僵硬的背影, 小声道, 秦姑娘姐放心, 我一定把您的嫁妆安全送回东宫。 他这也算是将功补过, 希望太子殿下梦要记仇才好。 那就有劳雯大人了。 秦昭也怕此事牵连了蚊虫, 低声对他道, 雯大人放心, 此事我不会牵累您, 您是个大好人, 好人会有好报的。 蚊虫没想到, 会被秦昭看穿自己的心事, 他自觉汗颜。 秦姑娘, 言中了。 那我先走了。 看着前方慢下来的肖策, 秦昭很有危机感地追了上去。 太子殿下, 等等美女。 他这一喊, 反而让肖策加快了脚步。 此刻的秦昭更加确定, 肖策其实很小心眼, 前世他居然没看出来, 以为他很完美。 其实这臭脾气 还真是让人不敢恭维。 就这样, 他追出了客栈, 果然塞斯还没走远, 看到他的瞬间, 塞斯的脸色黑沉。 秦姑娘果然是伶牙俐齿。 塞斯大约气狠了, 秦昭听到他磨牙的声音, 他做无辜状。 二殿下还没走吗? 我确实是被太子殿下赶出了宫, 但太子殿下宽厚仁慈, 突然觉得我犯下的罪 不至于受到这么严厉的惩罚, 便大发慈悲, 让我回东宫做宫女, 打工还债。 秦昭。 不远处传来萧策, 催着冰茶子的声音。 秦昭再看一眼塞斯, 心里知道, 自己跟塞斯之间的梁子 算是截下了。 他自己都不相信刚才的那番话, 更何况是塞斯了。 塞斯自始甚高, 却中了他的两次言辞陷阱, 肯定记恨上他了。 他放弃了做垂死挣扎, 正要跟上萧策, 却听塞斯阴冷的声音 在他的身后响起。 秦昭, 我记住你了, 将来有机会, 我一定接你去大约市做客。 秦昭的后颈一凉, 他加快了脚步, 跑到萧策的身边, 才算有了点安全感。 在回宫的路上, 秦昭没有说话, 萧策的神情也很严肃。 对于萧策的冷脸, 秦昭习以为常, 他担心的是, 自己还是被塞斯给盯上, 这样会连累了萧策。 自从在太和殿和赛斯 打过交道之后, 他就觉得, 跟塞斯的念缘已经开始了, 怎么都摆脱不了。 他们才进东宫, 旧天有宫女正在低声议论, 无夕于明日便会进东宫, 正式成为萧策的良地。 而且这事儿, 在整个后宫都传开了, 沸沸扬扬, 传进东宫也在情理之中。 秦昭耳间地听到, 他偷看一眼萧策, 想知道他很快就会拥有 吴夕宇那样的大美人,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但是很可惜, 萧策眉眼不动, 似乎吴夕宇不是成为他的女人一般。 正在议论的宫女后知后觉地发现, 太子殿下已回到东宫, 吓得跪倒在地。 萧策却视而不见, 镜子把秦昭带进了主殿。 秦昭本来还想借无细语转移重点, 但见萧策的神色冷灵, 像是一座冰山一般, 他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其实也没错, 不告而别是他的不对, 但那种情况下, 难道他就要乖乖地成为 淑妃指定的其中一个男子的天房吗? 你就没有话要跟姑说吗? 等了两刻钟, 萧策终于还是打破了 现场死一般的沉寂。 没有。 秦昭嫩嫩的, 他之所以道歉, 也仅仅是因为自己不告而别。 那你说说为何母妃给你说亲这件事, 你从未在姑跟前提起一句, 或者你以为是姑受益让母妃给你说亲。 萧策的音量逗然加大。 秦昭, 看着姑回话。 秦昭抬头看向萧策, 闷声回答。 刚开始民女确实怀疑过, 是太子殿下的意思, 但民女知道太子殿下不是这样的人。 淑妃娘娘是太子殿下的亲娘, 民女也觉得淑妃娘娘为了太子殿下着想并没有错。 最好的办法就是民女出宫。 既然她出宫对所有人都好, 为什么不全了大家的心愿呢? 她不想走前世的老路, 但剧情好像正在往前世的路走去, 只是这一世, 她来的时间比前世要早。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关注。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田宠剧, 和离后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文丫头汉墨书香, 后期制作土豆。 第六十三集 她当初也不曾料到, 明明只是想要苟住小命罢了, 最后会和肖策再有纠缠。 说来说去你还有道理了。 肖策冷笑, 她从来就没见过 这般不识好歹的女子, 御史就只知道退缩, 甚至不会支会她一声, 请擅自离工。 她怎么敢? 本来我就有道理, 不能因为殿下位高权重, 就觉得明明什么事都该向殿下报备吧。 嫁人也算是好事, 不过就算嫁人, 明明也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来。 这也是明明找文大人帮忙的原因。 明女就想着出了宫, 将来遇到一个适合的, 明女有再婚的可能性, 但在宫里居着, 永远都没有那样的机会。 秦昭还没有说完, 就听肖策一掌拍在桌上, 声音之大唬了她一跳。 她正对上肖策英冷的双眼, 一时间有些犯处, 但她还是不怕死地, 说了一句大实话。 明女没错。 秦昭, 你还学会顶嘴了。 肖策不敢相信, 秦昭居然不知悔改, 竟言之凿凿地以为自己有道理。 听到这里, 秦昭终于忍不住了。 殿下总把明女当成孩子, 明女已经成年, 成过亲, 还下了堂, 已经年满十七了, 明女可是大明女七年, 殿下是不是有什么认知上的错误? 所以呢, 大到想嫁人, 缺男人吗? 姑说过多少次, 你可以成为姑的女人, 这样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麻烦, 为何你要舍尽求远呢? 肖策是真的不能理解女人的思维方式, 不知是秦昭比较难以理解, 还是其他的女子也是像秦昭这般复杂。 肖策的这个问题, 让秦昭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他总不能告诉他, 上辈子他就跟了他, 还爱他, 爱得要死要活的吧。 但是单方面的爱恋一点也不美好, 求而不得的痛苦, 让他不想再试一次。 他只是不想再陷入感情的泥昭而已, 规避风险是人类的本能, 他也不能免苏。 殿下他好了, 秦昭配不上, 若真跟了殿下, 名女会自卑的。 秦昭随便找了个理由和借口, 当然, 这也是事实。 现在的他什么都没有, 没有家族的支持, 没有好看的容貌, 也没有女人的身材, 他甚至在身体上还没能发育。 这样的秦昭, 他自己都觉得太过平庸, 会有损肖册皇太子的声誉。 你的意思, 古董了? 肖册终于开了尊口, 表情莫测。 秦昭觉得, 肖册的表情有点不对劲。 殿下懂什么了? 现在换成他不懂, 肖册在表达什么意思了? 母妃觉得你住在东宫不合适, 是因为没有适当的身份, 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 母妃便不能再跟你说亲。 肖册轻勾伯唇。 肖册的话让秦昭一惊。 所以呢, 殿下想做什么? 让你成为姑的女人, 问题便解决了。 而这不是什么难事, 姑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 即可以解决这件事。 肖册看向张吉祥。 你去把东宫所有人聚集在一起, 姑有事要当众宣布。 秦昭听到这话心情肉跳, 他对着傻眼的张吉祥道, 张公公且等等, 让我和殿下再说两句。 张吉祥, 姑还差事不动你了吗? 肖册冷眼看向张吉祥, 张吉祥这下不敢再犹豫了, 领命而去。 请此一意, 太子殿下是铁了心的, 要把秦昭纳紧东宫了吧。 方才殿下的言下之意, 是要召集所有人公布这件事。 本来秦昭都出宫了, 太子殿下却亲自把人给接回宫。 哪怕他再不愿意承认, 问题不在秦昭, 而是太子殿下不愿意放秦昭离开。 张吉祥通知各别院的美人, 称太子殿下有话要交代。 这还是大家自尽东宫以来, 第一次见太子殿下召集所有人。 这让大家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毕竟以前没试过这样。 主殿里, 秦昭还试图让肖策改变主意, 肖策却铁了心, 要把他纳入他的语意。 美其名冤是断了淑妃让他改嫁的想法。 他口水都快要说干了, 肖策仍旧无动于衷。 他突然灵光乍现, 想起吴夕远就快进东宫一事, 提醒道。 太子殿下莫忘了, 吴姑娘明日将进东宫。 这个时候, 殿下让我也成为殿下的女人, 不是让皇上以为, 殿下是对皇上有什么不满, 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吗? 是了, 这可是打皇上的脸, 乃逆君之罪。 嗯, 或许这样, 让我进东宫这事暂缓, 只等吴姑娘进东宫后, 再来张罗这件事。 秦昭试探道, 反正拖一天算一天吧,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也许明天肖策就改变主意也没准。 你这话似乎有道理啊。 肖策深黑的眼眸透着筋骨的良意。 秦昭见肖策这么好说话, 总觉得有点诡异。 这不像是肖策的做派, 他从来就不是好相遇的人, 怎么可能因为他的三言两语就改变决定呢? 真的吗? 秦昭小从肖策莫测的表情里, 看出一丝端倪, 可惜无果。 肖策上前, 牵起了秦昭的手, 淡笑勾唇, 犹如盛放的樱塑花, 艳丽异常。 孤一言九鼎, 自然不会骗你。 秦昭在他的手上挣扎了一下, 后来就被他牵着走出了主殿。 这时, 东宫其他别院的美人 已经在主殿前站定。 当他们看到肖策牵着秦昭的手, 走出主殿的一瞬间, 大家脸上的期待表情一扫而空。 站上秦昭的绝不可能是好事, 而且, 还是太子殿下牵着秦昭的手, 走到大众的跟障。 这一幕, 怎么看怎么碍眼? 大家感觉不妙, 秦昭的预感也不太好。 殿下, 不能言而无信。 秦昭想提醒肖策 刚才他说过的话。 肖策回他一朵温柔的笑容, 待笑容收敛, 他才扬声宣布。 秦昭无名无分住在东宫, 始终不成规矩。 姑决定, 在无视进东宫那日, 便让秦昭成为姑的良地。 他此言一出, 全场哗然。 张吉祥也傻眼了, 他低声提醒。 爷, 良地只能有两位。 若秦昭成为良地, 那无视于这个良地可如何是好? 秦昭也看着肖策, 想知道肖策刚才是不是跟大家开了一个不好玩的玩笑。 已经有一位和良地了, 无视于已被经上指为另一个太子良地。 现在肖策却宣布他成为良地, 那无视于这个女主角该怎么办呢? 这可是很实际的问题。 如果肖策的奇思妙想, 辅之行动, 那无视于会把他恨得要死吧? 除非说, 太子的良地多一位, 但这不符合皇室的规矩。 原来良地只能有两位吗? 肖策神色淡然。 你不说, 姑都不知道此事啊。 只是姑话已出口, 总不能招令西改。 秦昭是良地, 那就只能委屈另一位当良缘了。 秦昭这时,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感情刚才肖策的表情是已做出这个决定, 他这是故意给吴贵妃一个下马威呢。 要知道, 皇帝突然一道口谕, 就要把无视于塞进东宫, 这事事先并为征询肖策这个当事人的意见。 一道口谕压下来, 肖策就算不愿意, 也得接受无视于进东宫的事实。 而皇帝下旨的前一日, 便是吴贵妃事情。 由此可知, 吴贵妃给皇帝吹了枕头风。 肖策不能抗旨不尊, 但不代表着肖策这个太子不会反击, 打吴贵妃的脸。 肖策突然让他当良地, 吴夕语只能屈居刺猬, 成为良缘, 便是对吴贵妃最好的反击。 这也是让吴贵妃看清楚一件事, 东宫后院之事, 还轮不到吴贵妃来指手画脚。 秦昭监事已至此, 知道自己成为肖策的女人, 已成为不能改变的事实。 他很会看形势, 当然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 拆肖策的台。 当肖策看向他的时候, 他心领神会, 上前谢恩。 妾身能侍奉殿下, 是妾身的福分, 妾身往后一定当好良地的职责, 不负殿下的厚望。 换一句话说, 这个良地的位置, 他要了。 至于吴夕语, 来迟一步, 这也怨不得他再一次截胡了。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第六四集 如果说前两次是他故意为之, 这一次他则是完全处于被动。 肖策见秦昭如此上道, 表情终于好看了些, 他眉眼温柔地看着秦昭。 你正式成为姑的良地, 是喜事一桩, 明天姑便设宴, 把父皇和母妃也请过来, 共贺慈禧。 秦昭脸色微变, 忙道, 别别别, 这事完全没必要。 他哪里来的脸面, 敢惊动金上和淑妃? 这位太子爷行事, 未免也太任性了。 皇上给他指了吴夕宇当良帝, 他却抢在前头把他招为良帝, 而且还要请皇帝那个当事人过来共贺, 那不是打皇上的脸吗? 淑妃今儿个还在帮他说亲, 明儿个太子爷就把淑妃也请过来, 和他成为良帝, 这不也是在打淑妃的脸吗? 肖策此举, 无疑是让淑妃更不喜他, 就连皇帝都会难以下台, 万万使不得, 他可不想死得不明不白的。 当然有必要, 明天东宫一次进两位新人, 此乃大喜事啊, 不要只请父皇和母妃过来共贺, 还应把贵妃也请来。 肖策诞声又道, 赵赵, 你觉得呢? 秦昭还想拒绝的, 在看到肖策坚定的神情时, 他觉得自己说什么都跟放屁一样, 没啥用。 看来, 他今后在皇宫的日子不会太好过。 或许, 肖策不只是在报复皇帝淑妃和吴贵妃, 同时也是在报复他今日私自出宫一事。 大齐皇太子的度量, 其实是非常小的, 别人算起他的时候, 他好像没放在心上, 其实都计较在心里, 只等时机一到, 便把脸打回去。 而他招惹的, 就是这位不好惹的太子爷, 这颠覆了前世他对肖策的了解。 前世在他的眼里, 肖策什么都好, 什么都优秀, 简直就是完美男神。 而金氏这位太子爷, 小气气愁愁, 长得虽然还是一样好看, 但性子实在是霸道气愁。 谢生觉得, 殿下这话有道理。 秦昭笑得勉强。 那就这样吧。 肖策说着, 看向眼前一众傻在原地的美人。 昭昭出来乍道, 身子也娇弱, 大家又让着他一些, 不可欺负他。 是, 殿下。 众美齐声应道, 心却在气血, 这都什么世道呀, 太子殿下让他们别欺武擒招。 要说这事儿最有发言权的, 当属李承辉, 他可是领教过秦昭的娇弱。 那一回, 他本想给秦昭一个下马威, 却没讨到半点的便宜, 那时的秦昭还无名无分。 眨眼间, 秦昭已成为良帝, 身份在他之上, 那他往后还有活路吗? 秦昭看着东宫珠美 一脸便秘的表情, 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很玄坏。 前世他那么想得到肖策的专宠, 可是无论他怎么努力, 总是做不到这一点。 而今世, 他什么也不需要做, 只是卖卖惨而已, 居然就让肖策待他如此不同。 秦昭发现, 自己除了心情复杂一些, 并没有什么愉悦感, 或许是因为放下了执念吧。 此后, 肖策又交代了几句, 大家才各自散去。 李承辉特意跟和良帝走到一块, 唇角勾出了一抹计较的笑意。 和姐姐, 我们都低估了秦氏。 秦昭初出进东宫时, 大家就该提高警惕的, 毕竟能让太子殿下亲自抱紧东宫。 这样的特殊待遇,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他们却都因为秦昭的下唐妇的身份, 而忽略了这个事实。 若他们早点动手除去秦昭的话, 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尴尬境地。 和良帝想起初见秦昭的那一次, 那时候的他在看到秦昭的容貌时, 就没把秦昭放在心上, 眼下真是悔不当初。 只是, 他也不会跟李承辉说自己的心里话, 而是冠冕堂皇的道。 秦良帝既然已敬了东宫, 而且被太子殿下亲口承认了身份, 往后大家便是好姐妹, 服侍好太子殿下, 才是大家姐妹们应敬的本分。 和姐姐说的是, 往后东宫又多了一位秦姐姐, 将来一定会热闹非常, 也秦姐姐现在备受殿下宠爱的程度, 将来殿下只怕会夜夜留宿望月居吧。 李承辉受不了和良帝的虚伪嘴脸, 次玩一句便湿湿然地走远。 和良帝则回到了望春阁, 待再无外人, 他的情绪终于崩溃。 香巧忙把其他的侍从赶走, 静候于一旁, 直到一刻钟后, 和良帝才平复了激动的情绪。 良帝先别急, 秦良帝虽然被殿下看中, 那也只是一时之事, 但明儿个吴氏进了东宫, 秦良帝抢了吴氏的位子, 吴氏背后还有贵妃娘娘呈腰, 能咽得下这口气吗? 到时, 良帝只去作案关火, 看热闹的同时, 还能随时再添一把火, 岂不妙哉? 香巧递上了一条帕子, 到和良帝的跟障, 和良帝咽下心头的苦涩, 轻视眼角。 我只是不甘心罢了。 他哪一点比秦昭差? 秦昭一个下堂妇, 居然转眼间坐到了同他一样的位置。 他背后有家族的支持, 才荣也极为出众, 秦昭有什么? 容貌没有, 才情没有, 性子更是虚伪, 东宫哪一个不说, 秦昭是一个臭不要脸的白莲花? 以病为由, 把太子殿下日夜拘在望月居里。 他还就不信呢, 秦昭能用这种法子, 拴着殿下一辈子。 这一想, 和良帝终于想通了, 得意一时算不得什么, 能笑到最后的才是王者。 他以为, 秦昭风光不了太长的时间。 关于东宫突然传出来的消息, 当然也传到了景阳宫。 吴贵妃在东宫安插了自己的眼线, 萧策突然把秦昭提为良帝这件事, 他当然在第一时间收到了这个消息。 吴贵妃当时正被吴贵妃叫到跟前训话, 当听到秦昭被萧策侵选为良帝时, 他震惊了, 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荒唐! 吴贵妃更是处于震怒当中, 他想着明日就把吴昔宇送进东宫, 不想在吴昔宇进东宫的前一时, 便出了这档子事。 太子分明是在打他的脸, 让他和吴家成为整个皇宫的笑柄。 吴昔宇也是又惊又恨。 怎么可能, 我成为太子殿下的良帝, 那是皇上的意思, 太子殿下怎么可以违抗圣旨? 吴贵妃冷冷一笑, 哼, 可是皇上并没有下圣旨, 只是一道口谕, 让你进东宫当良帝。 太子殿下也没不让你进东宫, 而是让你屈居良缘之位, 这不算违背圣旨, 皇太子可真是好手段。 这种法子不止是反击了皇上, 也让他这个贵妃颜面无存, 狠狠地打了他这个贵妃的脸。 吴昔宇则是愤怒到了极致, 他这辈子还没试过一而再, 再而三地受这等委屈。 以往, 他要什么便有什么, 以他的容貌和家世, 要嫁什么样的男子不行? 偏偏为了肖策, 他再三地忍让, 最后连他的良帝之位 都被秦昭那个下唐妇夺走, 这叫他怎么不恨? 吴贵妃气得蹊跷生烟, 反观吴昔宇一反常态, 很是沉默, 让他有点意外。 平日里这个时候, 西姐一定又是哭哭啼啼, 此次发生这样的大事, 西姐反而如此平静, 这是好现象。 西姐, 你怎么看这件事? 吴贵妃不放心地问道。 吴昔宇起身, 朝着吴贵妃屈身, 最深回答。 贵妃姑母说过一句话, 我一直记在心里, 进东宫后, 我的路要靠自己走, 不能总仰仗贵妃姑母。 虽然我还没有正式进东宫, 但我已知贵妃姑母的苦心, 本来属于我的东西, 我会亲自把他夺回来, 秦昭他抢不走。 他有美貌, 有吴家和赵家两大家族 在背后支持他, 他还怕秦昭这个 曾经的手下败将吗? 既然他能让玉表哥修起秦昭, 将来他也有办法 让肖策宴起秦昭, 他第一次能赢秦昭, 就可以再赢第二次。 吴贵妃很是意外, 吴贵妃这般懂事, 他心下宽慰。 正如本宫所言, 进东宫后, 本宫也是原水救不了近火, 你凡事要靠自己。 你要记得一件事, 不能轻视任何一个敌人。 秦昭既然能一再抢走你的位置, 这说明他有手段, 你在心计上还欠缺一些。 陈盈片刻, 他终于还是下了决心。 这样吧, 本宫把钟嬷嬷派过去, 供你拆遣。 他此言一出, 吴贵雨和钟嬷嬷都警住了。 这怎么使得, 钟嬷嬷是贵妃姑母的近视, 我何得何能? 吴贵雨话没说完, 便被吴贵妃制止。 眼下情势紧迫, 你在心计上欠缺一些, 需要一个得力助手。 钟嬷嬷是吴家家奴, 对本宫忠心耿耿, 自然也会对你忠心耿耿, 你可以安心地用它。 钟嬷嬷伸直吴贵妃的用心良苦, 他上前对吴贵雨行礼。 庆东恭候, 老奴一定竭尽所能, 为姑娘效力。 吴贵雨看看钟嬷嬷, 又看看吴贵妃, 深知他们对自己的期望很大。 我会竭尽所能夺宠, 不负贵妃姑母的期望。 吴贵雨轻声道, 目光从未有过的坚定。 依你的美貌, 再加上钟嬷嬷的辅佐, 你一定能够夺得太子的心。 本宫再教你一件事, 无论你在外人的跟前如何强势, 但在太子的面前, 一定要表现得柔弱无助, 离了他不行。 男子喜爱的是柔弱的女子, 该放低姿态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极致。 吴贵妃以过来人的经验, 传授了不少对付男人的方法。 吴贵雨轻听得认真, 此时此刻, 他已迫不及待想进东宫, 和秦昭正面对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关注。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甜宠剧。 和离后, 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文丫头, 汉墨书香, 后期制作土豆。 第六十五集 划分两头, 东宫。 秦昭回到望月居后, 在自己的嫁妆前待坐良久。 宝珠和宝玉见他脸上并无喜悦之情, 心里都有同样的担忧。 太子殿下金口一开, 姑娘成为良帝便已成事实, 只怕这件事不止在东宫人人知晓, 整个皇宫都知道姑娘成为良帝一事吧。 此事已成定局, 姑娘看开些才好。 宝珠打破了室内的沉默, 秦昭拿起一把金银珠宝, 看着他们珠光宝器, 心下感慨。 啊, 这几大箱子的东西, 往后派得上用场了。 他本来还想着出了宫, 做点小生意, 下半辈子是不用筹了的。 而今他要筹的东西很多, 整个东宫的美人都成为了他的情敌, 胡锡宇大概也恨不能将他生吞活泼, 还有吴贵妃也想出他而后快。 他一开始就是在苟命, 往后更要小心地保护自己。 宝玉见秦昭不像是在伤心难过的样子, 当下松了一口气。 早点用碗膳, 早点歇着吧, 奔波了一天, 大家也都累了。 明天皇上淑妃和贵妃, 说真的被太子殿下请来东宫, 到时又是一场鸿门宴, 还有无锡雨。 秦昭起身身身难腰。 啊, 不过没关系, 就是宫斗而已。 他也不是没宫斗过, 或许这样的日子才适合他。 宫斗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姑娘要小心些, 而且那几位都是招惹不得的人物, 他们一个不高兴, 可能就会取走姑娘的向上人头。 宝玉说起就胆寒, 瞧你这点出息, 你怎么就不想想, 是本姑娘我取走他人的向上人头呢? 秦昭撇撇撻唇。 今晚别提这些没营养的话题, 早点歇息, 明天我才是良地, 今儿个还是老百姓。 宝珠的谋色中闪过一抹笑意, 姑娘说得是, 奴婢这就去备善。 也亏得姑娘适应力强, 虽然一开始有点沮丧, 眼下不就适应得很好吗? 事业, 秦昭也不温书了, 他躺在榻上的一瞬间, 突然想起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如果我成为了良地, 那我是不是要试寝? 他可还没发育呢, 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宝珠和宝玉对视一眼, 心到姑娘想得可真远。 东宫的美人多了去了, 也不见太子殿下去宠幸哪一个。 姑娘与其想着怎么事情的问题, 还不如多想想往后要怎么争宠吧。 就怕太子殿下收了姑娘后, 就不像以前那般宠着了。 姑娘先养好身子吧, 莫想这些不切实际。 宝玉一时口快, 被宝珠踹了一脚。 秦昭坐起身, 看向宝玉。 你这丫头, 是瞧不起我吧? 宝玉忙陪上笑脸。 奴婢方才是无心之欲, 姑娘切莫放在心上。 秦昭悠然起唇。 无心之欲才是大实话。 他想的问题确实是不切实际。 就是吧, 他突然想起了前世的儿子。 若说前世真有割舍不下的, 必定是那个孩子, 那是他和肖策的孩子。 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孩子, 秦昭这天晚上, 睡眠质量并不好, 一直在做关于前世的梦。 主店里, 萧策像往常那般处理着政务。 这时有人入内, 他抬头看去, 发现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宫女。 只是这个宫女看着眼熟, 其气质却是不俗。 这时, 张吉祥跟了进来, 为萧策解释。 爷, 这是念素。 淑妃娘娘见爷身边没有稳重的宫女侍奉, 便派了念素过来伺候。 他这话一出, 萧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不只是其他的妃嫔往东宫里塞人, 如今就连母妃也学了吴贵妃的那一套, 这让他不喜。 念素看到萧策眼中闪过的一抹艳色, 他跪倒在地。 奴婢念素, 这两年不曾忘记殿下当日的恩情, 说非殿下, 两年前奴婢已…… 剩下的话, 他难以启齿。 萧策一时想不起何时见过念素。 张吉祥见状, 上前对萧策父儿, 提起两年前的那桩旧事。 萧策这才想起是有这么一件事, 他只是看不惯母妃用这种法子故宠, 当时便说了两句, 却不曾想念素记在了心里。 念素看到萧策的表情, 就知道萧策想起来了, 他对着萧策磕了三个结结实实的想头。 奴婢自知身份低贱, 不敢有任何的妄想, 往后只求好好地侍奉殿下, 奴婢便感激不尽。 萧策看向张吉祥, 张吉祥会议, 上前掺起了念素。 萧策看到念素的额头上, 磕出了血, 淡然起醇。 吉祥, 带他下去处理伤口, 等伤好了便在主殿当职吧。 念素文言喜上眉梢? 谢太子殿下恩殿。 张吉祥带上念素, 出了书房, 方才叮嘱。 太子殿下身边缺少一位得力的工人释放, 只要你别像秋水那样, 得到殿下重用是迟早的事。 等到殿下将来登基了, 身边也需要有大宫女侍奉。 他瞅着念素机灵, 为人也讨喜, 是个不错的人选。 念素默默点头, 张吉祥见状, 小声地再说一句。 凡事慢慢来, 你得先入得了殿下的眼, 将来才有机会成为殿下的女人。 念素小脸发白, 我, 我不敢妄想。 张吉祥看一眼周遭, 低声道, 大家都是明白人, 淑妃娘娘身份尊贵, 会把你送过来, 当然是想有一个贴心人, 能陪着殿下。 这是淑妃娘娘的恩典, 将来你也要自己把握好机会, 目前你才进东宫, 不急。 念素还想说什么, 但见张吉祥这模样, 他最后还是选择沉默。 旁的他不敢想, 只希望殿下能够平平安安, 将来顺利地登基, 这便是他最大的心愿。 似他这样的, 殿下也不可能看上。 倒是那位秦姑娘, 她今日远远见了, 虽说乍一看比较普通, 但必定有不俗之处, 才让殿下这般地看重。 第二天早上, 刚秦昭去到主殿, 看到念素的一瞬间, 昨天晚上的那个梦, 又像是在眼前重现。 念素, 肖策身边最得力的宫女, 应该是昨儿个 被淑妃送进了东宫吧。 前世在肖策去世前的一段时间, 他跟肖策形同陌路, 甚至年他出征时, 也没能见他一面。 除却赛斯的缘故, 跟念素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秦昭猛然醒觉, 前世的那些人 一个个粉末登场, 没有一个缺席。 肖策见秦昭 一直盯着念素看, 颇为不解。 你一直盯着素念看, 是何道理啊? 哦, 好看。 秦昭垂眸, 碾去了心中的万般情绪。 有时候他也在想, 前世是不是他太过热情主动, 或者是他出现得太迟, 最后才会和肖策 形同陌路呢。 是啊, 在肖策带兵清真的那段时间里, 肖策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不愿意见他。 肖策骤然去世, 也没有一句遗言给他, 那是他那辈子最大的遗憾。 昨儿没睡好? 肖策看出秦昭的情绪不高, 大约只有秦昭当了他的良地也不开心, 换作是其他女子, 早已欢天喜地。 是啊, 做了一晚上的梦, 梦到自己的男人死了, 还梦到自己寡居后发生的事, 又梦到了自己的孩子。 秦昭说的大实话, 让包括肖策在内的所有人 表情古怪。 他笑笑, 还好只是一场梦。 宝珠和宝玉 则是替秦昭捏了一把冷汗, 方才姑娘的话很有奇异, 如今太子殿下是姑娘的男人, 姑娘却说梦里自己的男人死了, 这岂不是在变相诅咒太子殿下吗? 他们都担心太子殿下因此而不快, 偏偏殿下深深地看了一眼姑娘后, 便把姑娘拉到审判低声安抚。 姑会好好的, 不会轻易死了, 也不会让你守寡, 至于孩子…… 这似乎有点难度, 秦昭发现肖策的视线 望自己的胸前飘, 他顿时仗红了脸, 恼羞成怒。 殿下说什么呀, 不是用早膳吗? 食不言请不语。 肖策发现, 秦昭的胸脑是因他而挤, 便解释道, 呃, 姑对你没有旁的心思? 他不解释还好, 一解释就更让情朝火了。 没有旁的心思是什么意思? 对他没想法, 还把他收进他的后宫, 这不就是想让他守一辈子的火寡吗? 他以为他稀罕他的身子? 这…… 肖策一时语色, 这是…… 确实说多错多。 秦昭当下也没了用早膳的心情, 面对肖策这张脸, 还有炼素的这张脸, 他吃不下。 我还是回望月居吧, 太子殿下请自便。 秦昭说着就想走, 肖策忙拉住秦昭。 别是小性子, 五善姑请了父皇母妃, 以及吴贵妃。 秦昭甩开他的控制。 太子殿下也说是五善, 这是早善, 我就耍小性子。 你若觉得我担不起良帝之位, 那就让吴夕语去当好了, 我不稀罕。 说完他就走了, 像是看不到肖策黑尘的脸色。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关注。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田宠剧, 和离后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文丫头, 汉墨书香, 后期制作土豆。 第六十六集 肖策活了半辈子, 还是第一次有女人敢当众吓她的脸, 还说什么不惜汉良帝之位, 秦昭还真是不识好歹。 张吉祥更加气愤。 哼, 殿下就是平时太纵着秦姑娘, 才把秦姑娘气恒养得这么大, 她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张吉祥, 你又是什么身份呢, 敢这样说她? 肖策一记厉眼, 扫向了张吉祥。 张吉祥吓得跪倒在地。 奴才是一时口快, 无意冲撞秦姑娘, 奴才知道错了。 她不再是什么秦姑娘, 从今日开始, 她便是姑的良地, 你对她不敬, 便是对姑不敬。 肖策说完, 拂袖而去。 张吉祥冷汗层层, 直到肖策走远了, 还惊魂未定。 面肃健壮, 上前扶起了张吉祥。 殿下看重秦姑娘, 咱们这些做近事的, 当然也要敬重秦姑, 秦娘弟才是。 张吉祥的心里头郁闷, 我觉着秦娘弟实在是上不了台面, 因为有殿下宠着, 有时还给殿下脸色, 我见不得殿下受半点委屈。 念素想起此前发生的一幕, 觉得秦昭的脾气确实大了些。 奈何就这样, 殿下还容不得旁人, 说秦昭的半点不是。 殿下喜爱就成了, 我们做奴才的想法并不重要。 他说完又道, 我去殿下的身边伺候, 你也好好想想, 往后切莫再犯同样的错误, 含了殿下的心。 很快, 他便端了早膳, 去到肖册的跟前。 殿下身子要紧, 请娘弟那边, 殿下找个机会, 再好好地跟娘弟说一说。 良弟是个名士里的, 会听殿下的话的。 方才秦良弟跟殿下怄气呢, 不过是因为殿下那话, 对女子来说, 确实是不妥。 肖册想起此前自己说的话, 再想想秦昭的性子, 深知自己的那些话, 确实不妥当。 唉, 姑只怕他午膳时分, 在父皇和母妃面前, 还跟姑志气。 所以殿下要好好地跟娘弟解释一回, 不说殿下先用早膳, 再去跟娘弟好好地说道说道。 念素说着, 再把早膳推送到了肖册跟前。 肖册这回没再推举, 他用了早膳, 带处理了手上的正事, 才前往望月居。 秦昭在回到望月居后, 就后悔发了脾气。 肖册是无心之言, 但也是大实话, 他也早知肖册对他不是那种男女之情。 他会成为他的良弟, 也不过是意外的事件。 他有什么好志气的? 他深知自己太冲动, 这在皇宫这种地方是最要命的。 他成为娘弟已是不能更改的事实, 如今就只有接受这个身份, 而不是一开始就得罪了他的衣食父母。 自我检讨了一回, 他正想着待会儿在午膳上要好好表现, 这时肖册来了。 而且这回, 张吉祥没陪在他的身边, 取而代之的正是念素。 要不怎么说念素好本事呢? 才进东宫一天的时间, 就得到肖册的重用。 而秋水进东宫的时间也不短, 却不曾有机会在肖册的跟前侍奉。 这样一比较高下利剑。 招招, 还在志气? 肖册在秦昭的跟前站定, 没一眼温和的样子。 秦昭看到肖册这样的表情, 就知道他没在省他的计。 此前是妾生说话做事不妥当, 无端端地发脾气。 殿下不呢, 妾生就很谢天谢地了。 妾生会从今天开始, 记得自己身份上的转变, 还要谢谢殿下的不乏之恩。 秦昭低眉顺目地道, 肖册见他这样, 觉得欣慰的同时, 又觉得似乎有什么不对劲。 他好像更愿意 看他肆意张扬的样子。 原本一早准备好的措辞, 最后也没能派上用场。 肖册在望远居坐着, 秦昭陪站在一旁, 没有了以前的没大没小。 肖册看到这个细节的变化, 心情也格外复杂。 再有半个时辰, 父皇和母妃会过来, 贵妃也会把吴氏送进东宫。 你做好准备, 姑先回主殿了, 你若有什么需要, 可以找素孽。 肖册说着, 便起身走远。 确定肖册走远, 秦昭这才一屁股 做回了原位, 小声地嘀咕。 还是没做梁地前更自由, 那时候的我只是个外人, 现在却得看殿下的脸色行事。 宝珠和宝玉 也觉得是这个理儿, 因为此前姑娘 算是东宫的客人, 而今成为梁地, 表面看着风光, 但凡事都得三思而后行。 算了, 慢慢适应就好了, 接下来的武善才是场硬仗, 无论是皇上, 还是淑妃, 或者吴贵妃和吴夕宇, 他们都不会太高兴 看到我成为梁地。 秦昭长谱一口气, 武善要能顺利闯过, 那算是经历 锦冬宫后的第一场劫难。 不去不行吗? 宝玉有点害怕, 那一个个的大人物 谁都招惹不起, 殿下却一次给请了个急证。 当然不行, 殿下故意请来这些大人物, 我若退遣, 只会让殿下失望, 更会让那几位大人物看不起。 事情因我而起, 我这个当事者 岂有退缩的道理。 秦昭看到宝玉和宝珠 脸上的担忧, 微笑着安抚道, 这不还有殿下在吗? 放心吧, 我小心应对, 就不会出错。 她前世好歹当上了太后, 面对那些人, 有什么好怕的? 对她而言, 这种交际之事, 不过是重操旧业, 没什么大不了。 直到只有半个时辰的时间, 秦昭特意换上宝瓶早上才送过来的新衣裙 和一整套的首饰。 这是司医司那边连夜为她这个新上任的良地 赶制出来的新衣, 是肖策的意思, 她当然要在今天这样的大场合换上。 等她换装妥当, 宝玉和宝珠都双眼一亮, 倒不是因为秦昭的容貌突然间变得有多出色, 而是因为秦昭换上这等气派的衣着和配饰之后, 整个人的气场也变强了, 有着脱胎换骨之感。 他们自然是不知道, 这是藏在秦昭骨子里的另一面被激发了出来。 在前世, 秦昭曾经当过太后, 长期处于高位, 自萧策去世之后, 她的手段也变得雷厉风行, 只有这样, 她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 重生之后, 她的人生一直处于低谷, 身份也上不得台面, 除了插坑打混, 她什么都做不了。 而今成为良帝, 瞬间像是把她带回到前世。 打点好自己, 秦昭第一时间去了主殿。 今天这样的大场合, 当然不能让皇上那样的大人物等她, 她早早去候着那几位大人物大驾光临, 才是正礼。 巧的是, 肖策正想要念素去接秦昭过来, 秦昭便自己来了。 在看到秦昭的一瞬间, 肖策想起的是那日晚上在望远居的书房看到的另一个秦昭。 那天晚上, 他就察觉到秦昭的不一样, 今世那个秦昭的感觉又回来了, 就连念素也暗暗地惊讶于秦昭的内敛于气场。 秦昭初出给她的感觉是吊儿郎当, 没点阵形, 但眼前的秦昭却是端庄典雅, 气场强盛, 且不输给太子殿下, 让人看了肃然起敬的感觉。 秦昭见大家都盯着自己看,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 有什么不妥吗? 肖策拉她到自己身边。 除了个子矮一些, 没其他不妥。 秦昭心道, 自己最近其实有长高一点, 但不是太明显, 只要营养跟得上, 病根去除, 它会越来越好。 往后又好好养身子。 肖策再补充一句。 是, 殿下。 秦昭应下后, 乖巧地站在肖策身边靠后的位置。 肖策看到这个细节, 念肃当然也看到了。 梁帝虽然身份尊贵, 但始终是妾, 不是太子妃, 站位也是有讲究的。 肖策没有教过秦昭这些规矩, 但是秦昭却似乎很懂尊卑有别。 他自己不在意, 但若父皇和母妃看到, 定悔不满。 秦昭能做到这一点, 这让他刮目相看。 此后, 肖策带上秦昭, 前往宫殿大门接驾。 大约等了两刻钟, 身着龙袍的皇帝 带着淑妃以及吴贵妃来了。 当然, 吴夕宇也紧随其后。 不说皇帝是如何威严, 吴贵妃如何气盛, 就说吴夕宇的装扮, 就花了不少心思。 今儿个, 他穿着一袭淡红色的骑胸纱裙, 淡红色的这个颜色既不会冲撞贵人, 又能彰显他的肤白。 再加上他身段极好, 身姿鲜弱, 不淫一卧, 整个人有着弱柳浮风之感。 但是看他娇艳到极致的出色容貌, 又急易勾起男人的真浮玉。 秦昭看到眼前人比花娇的吴夕宇, 也不禁地感叹, 这一位在容貌上无人能出其用。 妥妥的女主角长相, 也是妥妥的祸水之姿。 而且他也发现了, 今日的吴夕宇带着若有似无的杀气。 虽然他容貌娇艳, 气质雷弱, 但吴夕宇一眼瞟向他的时候, 明显带着挑衅的异味。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关注。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甜宠剧, 和离后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文丫头汉墨书香, 后期制作土豆。 第六十七集 萧册没有看到其中的暗潮汹涌, 他率领着秦昭以及身后所站立的众多东宫美人, 上前向皇帝行礼。 皇帝的脸色看不出什么, 秦昭却是个眼尖的, 接收到了皇帝投过来的一记审视眼神。 他规规矩矩行礼, 不交易不躁, 十分淡定。 行宫归时, 也让人挑不出半点的错处。 皇帝的视线在他头顶上顿了片刻, 才大发慈悲地免了大家的礼。 这时吴熙宇上前, 向萧策行礼。 这倒也罢了, 但吴熙宇所站的位置, 明显也带着小心机, 只因他正对着的人不是萧策, 而是堪堪地站在了秦昭所站的位置。 秦昭身体娇弱, 再加上个头不高, 吴熙宇这一站, 几乎把他整个人都给挡住了。 再加上吴熙宇人比花娇, 艳丽无双, 有这样一个鲜明对比, 秦昭自然是被吴熙宇的艳色压得毫无还手之力。 说在平时, 秦昭也不至于在这样的场合跟吴熙宇置气, 但此次不一样, 他是萧策清典的良帝, 而且皇帝和淑妃都在, 他不能示弱。 他丢自己的脸不要紧, 但不能让萧策颜面无存。 既然他是良帝, 断没有被吴熙宇这个良缘压住气势的道理。 当下他不紧不慢地开口提醒, 吴妹妹初进东宫, 往后要学的规矩还很多, 亲儿个出来乍道, 你想是不知, 对太子殿下行公礼时, 须站在太子殿下的正前方, 不该没规矩地直视太子殿下。 见大家看向自己, 秦昭淡然起唇。 或许是妾身多言了, 但有些公规, 该遵守的还是要遵守, 以免被外人看了笑话。 吴熙宇脸上血色尽失, 他不过是想咽压秦昭罢了, 怎知秦昭竟然会当众指责他的不是。 这不只是让他颜面扫地, 也让贵妃姑母脸面无光。 西戒刚进东宫, 不懂宫规很正常, 将来有太子亲自教导, 西戒定能做得妥贴。 吴贵妃迅速恢复常态, 看向秦昭。 他身处尊位已久, 气势很盛, 一般人看到他都不敢与他对视, 甚至连淑妃面对他时也不免露窃。 秦昭却坦然地跟他对视, 不卑不亢的样子。 分明也不是多气势凌人的表情, 却能让他感觉到些许的压抑。 好像秦昭身来就是尊贵不凡, 压他这个贵妃一头。 可笑荒谬的错觉。 萧策见吴贵妃盯着秦昭看, 心里不喜, 秦昭是他的人, 吴贵妃看秦昭有经过他的允许吗? 他索性把秦昭拉到自己身畔, 说道, 父皇,母妃, 我善意备好, 请。 皇帝深深地看了一眼萧策和秦昭, 这才往主殿而去。 这次是东宫第一次宴请皇宫的三大巨头, 又是家宴, 而且是因为东宫一次敬祝两位行人。 东宫其他的美人, 例如和良帝都没有机会参加这次的午膳。 至于秦昭, 他心里还是有点担心的, 毕竟他只是良帝, 后宫出了萧策这个后台, 没有别的倚靠。 吴贵妃虽是良缘, 却是吴贵妃的亲侄女。 有吴贵妃这个靠山在, 吴贵妃入席而坐似乎也说得过去。 反倒是他这个良帝, 若不能入席, 就有点被打脸了。 似乎是感觉到他的不安, 萧策突然看向他, 低声道。 别担心。 秦昭想提醒他, 他只是良帝, 有皇上和淑妃以及吴贵妃在, 他这个妾不适合入席。 古代等级森严, 皇宫有胜, 萧策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才是。 待一行人去至善时间, 皇帝率先入座, 随后是淑妃以及吴贵妃入席。 吴贵妃更是轻腻地拉着吴熙宇坐下。 西姐儿, 皇后你便是东宫的人了, 不必屈着。 这话是不把自己当成外人了, 吴熙宇分明也只是一个良缘,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吴熙宇已然是东宫的太子妃。 秦昭正在暗暗吐槽, 这时候萧策突然扶着他的腰, 柔声道, 你身子弱, 炸了这么久累了吧, 赶紧坐。 听到这句话, 秦昭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人家太子爷早就想到这一茬了。 他也不扭捏, 在萧策的搀扶下, 神色坦然入座。 皇帝像是看不到现场的暗潮汹涌, 他只是退太子, 突然把秦昭提为良帝不满。 毕竟此前, 他已有了口谕, 良帝是无惜语。 吴贵妃跟了皇帝这么些年, 如何不知皇帝的心思? 太子既然把他们几个都请过来, 他便要当面质问太子一句, 为何做出抗旨不尊这种大逆不道之事? 皇上既然能力萧策为太子, 当然也能废除太子。 宴席还未正式开始, 吴贵妃便语气凉凉地发了话。 秦昭, 你是不是在背后做了什么事? 让太子罔顾皇上口谕? 你可知, 祸乱功为乃诸连九族之罪。 他此言一出, 习间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秦昭见吴贵妃点自己的大名, 他只好起身, 壮似礼貌地问道。 切身愚钝了, 不知贵妃娘娘所指的, 护乱功为之事是何意? 不知能否请贵妃娘娘说清楚一些。 吴贵妃的谋色突然凌厉, 锋芒乍现, 他一掌拍在餐桌上。 你好大的胆子, 事到如今还敢装聋作哑。 他气势很强, 再加上有意发威, 就连舒肥也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 秦昭却是面不改色, 他脸上写满了无辜。 妾身真不知贵妃娘娘是何意, 再者, 皇上都没有往妾身的身上 扣一顶豁乱功为的帽子, 贵妃娘娘却在皇上的跟前 忙着树立威信, 这是不是有违尊卑伦场? 吴贵妃的脸色微变, 下意识地看向神色莫测的帝王。 他心里, 盲对皇帝道, 皇上, 臣妾没有不尊重皇上的意思, 当日皇上分明对臣妾许诺, 让西洁进东宫当良帝。 他话没说完, 秦昭便好奇地问道, 皇上对贵妃娘娘许诺, 让吴姑娘当良帝, 这事可有第三人知晓。 说真的, 妾身对此并不知情, 就连太子殿下也是从宫中的流言得知, 吴姑娘会进东宫, 却没说吴姑娘是进东宫当良帝。 敢问贵妃娘娘, 当时是何种情景之下, 让皇上对娘娘许下的承诺? 吴贵妃真要敢说是在龙床之上得到的帝王许诺, 那才是真正的霍卵宫为之举。 吴贵妃一时语色, 当然知道有些话不能说, 而当时也确实只有皇帝的口头承诺, 宫中的流言传出来之后, 大家都知道西洁进东宫是当良帝, 但也确实只是流言。 这时, 一旁沉默的肖册也开了尊口, 对皇帝道, 儿臣那日听到宫中的流言蜚语, 便去随心堂找过父皇, 问询此事。 儿臣记得, 父皇只说让东宫多一个女人, 并未告诉儿臣, 是让吴士进东宫当良帝。 皇帝虽然近来农体抱恙, 但那日的情形确实如肖册所言, 他当时对吴贵妃说过, 让吴夕与晋东宫当良帝, 但也只是两人私下交流, 太子不知此事, 又如何能称得上抗旨不遵呢? 皇帝沉默点头, 确实如此。 肖册得了皇帝的话, 又看向吴贵妃, 谋色突然变得凌厉。 姑不知道的是, 秦昭如何能知啊? 贵妃口口声声称秦昭霍乱宫尾, 依姑看, 有后宫嫔妃想把手伸进东宫, 其心可诛。 吴贵妃没有想到, 萧策会倒打一耙, 她吓得花容失色, 盲向皇帝表忠心。 皇上, 臣妾对您的心, 对大吉的心日月可见, 又怎么会豁乱恭闻? 请皇上明谢! 皇帝身子本就不舒服, 听到吴贵妃尖锐的声音直觉头疼, 她不适地皱紧眉头。 好了, 此事到此为止。 今日东宫贴了两位新人, 是喜事。 说几次, 皇帝看向萧策, 郑重叮嘱。 太子, 你要尽快为皇室添下皇嗣, 为皇室开枝散叶。 秦昭听得这话就想笑, 萧策这个不算大龄的大龄男青年, 居然也有被催生子的一天。 萧策恭敬地回完话, 一转眸就看到秦昭幸灾乐祸的表情。 这个死丫头, 这个时候居然看她的笑话, 她怕是忘了, 她从今儿个开始便是她的女人。 这位皇室开枝散叶之事, 她也有责任在身。 秦昭正在幸灾乐祸, 却正对上萧策打量她小身板的眼神。 那个眼神有点诡异, 看得她头皮发麻。 若不是现场还有其他的大人物, 她真想问问她, 为什么拿这种眼神打量她? 这乡秦昭和萧策正在眉来眼去, 吴夕宇却心里发苦。 她以为自己能搬回一城, 谁知连贵妃姑母都不是秦昭的对手, 再加上萧策帮秦昭, 方才贵妃也险些被皇上苛责。 这和她预想的剧情不大一样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关注。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甜宠剧, 和离后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闻丫头, 汉莫书香, 后期制作土豆。 第六十八集 今日这一夜, 她没占到半点的便宜, 但她不会永远出于被动。 她不会忘记, 书中的剧情分明就快到了秦昭去世。 待六月来临, 便是秦昭的死期。 只是现在的剧情脱离了圆珠的轨迹, 她没能成为太子妃, 那秦昭会不会也能保住命呢? 如果秦昭六月不死, 那她会不会永远也成不了太子妃? 是因为秦昭在搞破坏, 她才没能当成太子妃。 孰经连她的良地之位都被秦昭夺走, 这叫她如何甘心? 之后有萧策在, 吴贵妃纵使有心刁难, 却也发作不得。 莫说吴希宇不甘心, 吴贵妃纵横后宫多年, 何时在女人的争斗上吃过亏呢? 但今儿个, 秦昭因为有萧策的互端, 让她心里有不满, 也发作不得。 方才她还差点被反噬。 吴贵妃和吴希宇都很郁闷, 秦昭却很坦然, 她不是主人, 只需陪坐即可。 前世她有过招待大人物的经验, 不止用餐礼仪挑不到半点的错处, 就连皇帝的问题她也从善如流。 当然, 她也不会忽略了淑妃的感受。 淑妃当然不会在乎她这个小良地, 但淑妃在意太子, 因此只需提醒一下萧策, 让她不时地给淑妃布菜, 就已经让淑妃的心情不错了。 皇帝看到了这个细节, 淑妃当然也发现了这个细节。 她还从没见过阿策对哪个女人有求必应, 而今秦昭做到了, 这让她这个当母妃的心情很是复杂。 一方面, 她不惜秦昭, 但也是秦昭让吴贵妃这个张狂的妖妃有口难言。 在这方面而言, 秦昭做得不错, 甚至她也有尝出一口恶气的感觉。 这顿午饭除了一开始的惊险, 后来还算兵煮敬欢。 原本秦昭还担心皇帝会问责, 但皇帝明显还是偏心于萧策。 哪怕萧策这次把她提为良帝, 让皇帝不满, 但萧策还是安抚了皇帝的不满小情绪。 直到送走皇帝, 秦昭才发现自己有点紧张, 倒不是说她怕皇帝, 而是担心皇帝因为她而疏远萧策, 两父子离心。 吴贵妃临走时, 还特意跟吴夕宇说了一会儿的悄悄话, 后来说起吴夕宇住的别院, 吴夕宇只说自己出来乍到, 并不知自己住在哪个别院。 吴贵妃和吴夕宇这是故意提起此事, 而吴贵妃早有主张。 她这时又看向萧策道, 本宫听闻, 望月居的风水不错, 无若就让西吉尔住在望月居吧。 她说得理所当然, 认为吴夕宇是吴家人, 身份自然最尊贵, 吴夕宇理所当然的应该住在 离主殿最近的望月居。 哪怕是秦昭已然住在了望月居, 也得为吴夕宇腾出位置。 肖策神色淡然。 已经有人住在望月居了, 东宫还有空置的别院。 西吉尔是什么身份, 当然要住在望月居最好的地方。 大不了让住在望月居的原住户, 为西吉尔腾出位置便是, 这不是大事。 吴贵妃说几次, 神色巨傲地瞟了一眼秦昭。 秦昭乖巧地站在萧策身边, 也不接话, 反正有肖策在, 吴贵妃不可能在东宫耀武扬威。 吴贵妃显然还没有意识到一件事, 这是东宫, 不是她的锦阳宫, 更不是皇帝的后宫。 吴贵妃耀武扬威惯了, 以为全世界都得为她一个人让道, 在她的跟前低头。 一来这是很没有礼貌的行为, 二来秦昭不会为任何人腾出位置。 作为良帝, 秦昭可以选择任何一栋他喜欢的别院居住, 而不是为了他人让出位置。 萧策神情依旧淡淡的, 转眸看向秦昭时, 眼里有了些许温度。 你习惯午睡, 姑送你回望月居歇着。 是, 殿下。 秦昭说着, 便同肖策很有默契地转身, 往望月居而去。 他们两个都没有再看吴贵妃和吴希雨, 至于他们的表情如何精彩, 他们都不大感兴趣。 吴贵妃的脸色铁青, 太子这般无礼, 都是被秦昭给带坏的。 吴希雨看到这一幕, 心也凉了半截, 他很想在进东宫的第一日, 给秦昭一个下马威, 但秦昭盛在有肖策护着。 正如贵妃姑母所言, 进东宫之后, 路得由他自己走。 即便是贵妃姑母想帮他, 也鞭长莫及。 更何况, 方才肖策并不把贵妃姑母的话放在心里, 而贵妃姑母也无权管束当朝的皇太子, 这才是最可悲的。 西锦儿, 方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从今往后, 你便是东宫的人。 你要赢秦昭, 就必须得压得住秦昭上身的势头。 最实际的情况是, 你要尽快的事情, 为皇室开枝散叶。 不然。 吴贵妃未说完的话, 吴夕宇自然是懂的。 她若不能流转颓势, 将永远没有翻身之地, 而这种事不会发生在她的身上。 我懂的, 有朱嬷嬷帮忙, 我一定能迎请招。 贵妃姑母且放心。 吴夕宇神色坚定, 看着依旧柔弱, 却也多了一抹心折的美丽。 吴贵妃素来对吴夕宇的美貌, 很是放心。 纵使太子铁石心肠, 面对吴夕宇这样的人间角色, 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征服男人的心, 首先就要征服男人的身, 他是过来人, 皇帝不就是被他这样征服的吗? 你要懂得以柔克刚的道理, 面对太子时, 记得不时展示自己的柔弱与美丽。 相信过不久, 太子就会为你神魂颠倒。 吴贵妃苦口婆心地道, 仔细地对吴夕宇交代了一些事情。 吴夕宇依依应下, 才依依不舍地送吴贵妃离开东宫。 吴贵妃走后, 念素便现身, 带着吴夕宇前往一幢空置的别院, 名为望丘阁。 钟嬷嬷一听望丘阁的名字, 便很是不喜。 良缘身份尊贵, 如何能助名字这等晦气的别院? 念素以前便和钟嬷嬷打过照面, 知道钟嬷嬷是吴贵妃身边最得力的侍从。 书经钟嬷嬷嬷竟然跟着吴夕宇进了东宫, 这说明吴贵妃很看重吴夕宇。 当然, 吴家人的野心只差没写在脸上。 试问这样的吴夕宇, 怎么可能得太子殿下的心呢? 他不卑不亢地应道, 吴良缘胸有秋鹤, 当不会介意这等小事, 剩下的所有空置别院当中, 只有望丘阁最宽敞。 若吴良缘坚持要换别院, 奴婢可以带良缘再看看其他的别院。 钟嬷嬷这时才看清念素的容貌, 刚开始只觉得眼熟, 后来他才想起, 念素原是长秋宫的宫人。 念素突然间出现在东宫服饰, 无非是被淑妃送来的。 所以说, 淑妃也在往东宫塞人, 也有同样的野心。 钟嬷嬷冷然起唇, 吴良缘身份尊贵, 可不是一般的贵人, 若实在没有好的别院, 就让其他人让别院出来。 太子殿下吩咐过, 凡事都有先来后到, 东宫的规矩不会改变, 既然进了东宫, 就得遵循东宫的规矩。 嬷嬷若有疑问, 大可以去跟殿下诉说。 念素打断钟嬷嬷的自以为是, 这也是在提醒钟嬷嬷, 这不是什么锦阳宫, 而是太子殿下的地盘, 东宫岂容一个老奴才大放厥词。 吴希宇见情势不对, 忙打圆场。 吴爱, 就住望秋阁吧, 我瞅着这里还算宽敞, 就不折腾了。 他不想进东宫的第一天, 就让肖策以为, 他是虎脚蛮缠的女子, 顺势而为的道理, 他还是懂的。 再者, 望秋阁也没那么差, 除了望月居, 春夏秋冬四阁便是最好的别院了, 这事他也是打听过的。 良缘就是太善良了, 当心人善被人欺。 钟嬷嬷说着, 深深地看了一眼念素。 念素只当看不见, 他屈身告退。 奴婢还需回殿下的跟前回话, 告退了。 念素走远后, 钟嬷嬷矜持一声浪蹄子, 这让无锡语不解。 嬷嬷为何这般不喜念素? 你可知他来自长秋宫, 这个浪蹄子一脸的狐媚像。 淑妃娘娘把年轻美貌的宫女 往太子殿下的跟前冲, 打的是什么主意? 路人皆知, 这样的人留不得, 将来等他爬床成功, 届时就要爬到良缘的头上了。 钟嬷嬷的声音里 像是淬了冰茶子, 无锡语暗暗心惊, 怎么也没想到 念素竟然是长秋宫送进来的人。 他只觉得念素的容貌太出众, 气质也太好, 却不曾料想 竟然是淑妃送进来的人。 我初来乍到还是用人的时候, 不可太寂静, 念素确实要除去, 但还不到时候, 嬷嬷极怒。 无锡语软言浓语, 说话时声音动听, 有安抚人心的力量。 钟嬷嬷听了确实欢喜, 一是因为无锡语想得长远, 二则是因为无锡语柔中带刚, 这类型的女子是最招男子稀罕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六十九集 望丘阁这边暂且不表, 再说回望月居。 肖册送秦昭回屋后, 让他安心歇息, 还让他别为无锡语烦心。 秦昭暗暗好笑, 他觉得肖册比较烦心一些, 毕竟东宫人本来就不少, 更何况是无锡语这样的女子。 无锡语一再因他而受委屈, 就算再单纯的女人, 也会因此而改变了吧。 再加上钟嬷嬷被吴贵妃安在了无锡语身边, 往后的东宫不可能太平静。 面上他却是很乖巧地, 应下了肖册的嘱咐。 殿下想必也累了, 不如早点回去歇息, 切身会好好的, 尽量不给殿下添麻烦。 肖册见他乖巧的模样, 摸摸他的头。 那你先午睡, 晚上呢, 姑带你去主店, 陪姑用膳。 不必了吧。 秦昭才开口, 就接收到肖册的小眼神, 他只好临时改口。 那好, 切身傍晚时分就去主店。 肖册满意他的答案, 这才起身离开。 在肖册离开后, 秦昭却久久没有睡意。 宝玉不在屋里, 只剩下宝珠, 贫宿秦昭一倒在榻上便能睡着, 今儿个一反常态, 摆明了有心事。 梁帝若睡不着, 不妨起身走走。 宝珠上前, 眉眼温柔地看着秦昭。 秦昭坐起身, 问道, 宝珠, 你心命吗? 他就是在想吧, 他没能走出皇宫, 吴夕宇也还是进了东宫, 那会不会到了六月, 他的小命就保不住了呢? 梁帝曾说, 我命由我不由天, 奴婢以为, 信也罢, 不信也罢。 若是命不好, 像姑娘这般努力上进, 老天爷也会看在眼里。 梁帝是不是, 不甘心就这般, 成了东宫的女子之一? 宝珠希望, 自家的主子可以敞开心胸, 接受这个事实。 并不是这样, 做太子殿下的女人不愁吃穿, 她那么优秀, 又对我好。 只不过有些事情, 我一时想不通。 哎呀, 算了, 睡觉。 秦昭是乐天派, 想不通的事情, 索性放在一旁, 可能一觉睡醒之后, 就什么事都想明白了。 宝珠玩耳, 不过如今梁帝的身份, 始终不同于以往, 有些事, 他不知要不要提醒一下梁帝。 今儿个梁帝去主殿用晚膳, 太子殿下会不会, 让梁帝试请呢? 纠结了片刻, 宝珠还是道出这个可能性。 说是这般, 梁帝要不要穿好看些? 秦昭争愣片刻, 而后俯娥笑了。 哼, 放心吧, 太子殿下对我没那种想法, 你和宝玉可能还没看明白, 太子殿下只把我当成孩子, 他望我成龙成凤, 也是抱着这种心态, 你仔细地回想一些细节, 就不会有这个困扰。 秦昭说着, 倒回榻上。 宝珠仔细想了想, 发现梁帝进东宫后, 太子殿下对梁帝确实好到了极致, 也从来没把梁帝当成女子来看, 事业从来不避讳, 也没什么男女之别, 反而更像是把梁帝当成女儿来养。 既如此, 怎么又让梁帝成为东宫后院女人之一呢? 梁帝的话好像有点道理。 宝珠看向榻上的人, 发现方才还辗转反侧的人已然睡着。 看到这一幕, 宝珠哑然实笑, 梁帝都不在乎这件事, 他又何必在乎? 无论太子殿下有没有把梁帝当女人, 殿下宠着梁帝是事实, 他觉得, 这样的恩宠反而会更长久, 这是好事。 他毛色顿开, 便也不再庸人自扰。 秦昭一觉睡醒, 果然抛开了此前的烦恼。 要他说, 今朝有酒, 今朝醉, 与其担心下个月自己有没有命活, 还不如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这样更实际。 退一万不讲, 死在东宫也总好过死在赵府吧。 他在死前好吃好住, 这比在书中惨死的剧情要好上太多了。 反正墓前他转了, 大可不必因此而困扰。 赵府, 赵玉正在院中喝闷酒, 吴夕宇今日便进东宫, 成为良缘, 他宁愿成为太子殿下的妾, 也不愿意成为他的妻, 是因为他给不了吴夕宇皇后之位吗? 太子殿下将来是国君, 天下之主, 哪怕是成为妃嫔之一, 吴夕宇也觉得, 比作他的妻好吧。 更可笑的是, 他的前妻居然也在今日, 成为太子殿下的良弟。 他这一生中, 两个与他交集最深的女子, 最后都成为了太子殿下的后宫之一。 这怎不可笑? 妻室过来的时候, 院中酒意甚浓, 他命丫鬟收了所有的酒, 再命人做了一盅醒酒汤, 拜到赵宇清醒之后, 他才语重心长地道, 西锦尔进东宫也成事实, 你切不可再和他有任何来往, 若不然, 赵家可能遭灭门之祸。 无锡尾进东宫是好事, 只可惜竟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良缘, 当初若能以太子妃的身份进入东宫, 就不会像现在这般被动。 更不可思议的是, 秦昭那个下唐妇居然还成为了良弟, 压了西锦尔一头, 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他最怕秦昭报复心众, 听闻太子殿下还特别看重秦昭, 若秦昭真的想报复西锦, 处处针对赵家, 将来赵家少不了被穿小鞋, 他最不愿意看到赵宇这个赵家的长子嫡孙被人给针对, 整个赵家最有潜力的也正是赵宇。 孙儿知道, 祖母放心吧, 孙儿不会乱来的。 赵宇此刻已纠醒, 他会渐渐地放下表妹, 从今往后把生活的重心放在赵家, 他是赵家的全部希望, 除了表妹, 他还有责任在身。 也许时间长了, 他就能放下表妹了吧。 秦氏见他明事里, 放下了玄哲的心。 再过些日子, 等你心情平复了, 祖母便为你再谋一门门当户对的情事。 赵宇一听这话, 立刻拒绝。 孙儿暂时还不想成亲, 此事等过两年再说, 大丈夫和患无期, 孙儿目前确实是无心男女之事。 积氏还想再说, 却被赵宇拒绝, 最后他只好作罢, 这个时候说清, 时间挑得确实不太对。 话分两头, 东宫。 傍晚时分, 主店外来了一位娇客, 正是今日才进东宫的新人, 吴西宇。 他穿了一件陛下云纹莲珠 对孔雀纹的锦衣, 下着散花如衣月裙, 梳着逻辑, 发上沾着花生, 趁得他人比花椒, 冒比嫦娥。 主店素来是庄严持重的地方, 他往主店前一站, 主店也添了一抹明媚的春色。 侍卫虽然惊艳于吴西宇的美貌, 却也不可能因为他美, 轻易地放他进主店, 需得经过太子殿下的允许, 才能放吴西宇入内。 吴西宇没有办法, 他以为凭自己的角色, 即便是再不惜女色, 太子殿下也会为他动容。 他从没想过这种可能性, 自己会被聚在主店之外。 就在他等的不耐烦之际, 秦昭在宝珠的陪同下来到主店。 在看到吴西宇的瞬间, 秦昭定住了眸光。 吴西宇更是在迅速地进入备战状态, 冷眼看着他。 你是不是知道, 我来找太子殿下, 便故意也找过来? 秦昭觉得, 吴西宇会这样想, 那也是常人的思维方式, 毕竟他有过这样的前科。 但他还是决定正儿八经地解释一下。 午膳之后, 殿下送我回来之际, 让我过来用晚膳, 我并非故意。 他的大实话, 在吴西宇听来, 尤其刺耳。 你休要拿太子殿下做借口, 别人不知道你多虚伪, 我确实知道的。 在照付时, 便是你自见真席。 在广玉兰园中, 又是你掀我一步, 是你抢走了我的太子妃之位。 见吴西宇越来越激动, 请招好心地提醒。 这是主殿, 不得大声喧哗, 你这样的贵女, 在外面也要注意一下形象。 再者, 什么太子妃之位, 这种话不能乱说。 这儿是宫廷重地, 有些过火的言论, 只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你闭嘴! 吴西宇很是恼怒, 他只恨自己没有带钟嬷嬷过来, 让钟嬷嬷教教秦昭规矩。 秦昭见吴西宇听不尽他的忠告, 他肃容道, 吴良元, 你可知自己方才以下犯上, 对我不敬, 我乃是太子殿下清典的良帝, 你品质比我低, 却敢在我眼前没大没小, 是赵家教你的规矩, 还是吴家教你的规矩? 吴西宇的表情在瞬间凝固, 他方才忘了, 自己是良元, 而秦昭是良帝, 良元的味粉比良帝要低, 所以他见了秦昭是还需要行礼的。 而秦昭速容说教的样子, 那样的严肃, 竟像极了外祖母。 姑且念你是第一次, 我大人大量原谅你, 但若有下次, 绝不轻饶。 秦昭说完, 便自行进入了主殿。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关注。 本节目由TME播客创作中心出评。 欢迎收听古言穿越甜宠剧, 和离后, 我被太子教养了。 作者一千万, 演播闻丫头, 汉莫书香, 后期制作土豆。 第七十集 胡锡宇见状, 一咬银牙, 不管不顾也跟上去。 今天晚上他若能示警, 秦昭再怎么专横跋扈, 都会被他给打压的没有缓急之力。 侍卫见状, 想拦截住他。 无锡宇一尽利眼瞪过去, 这让侍卫很是为难。 这位毕竟是吴贵妃的侄女, 身份金贵。 就是这一犹豫, 无锡宇便已走远, 侍卫只能作罢。 吴梁员跟过来了, 宝珠低声提醒, 这是主殿, 我哪能管他去哪儿? 秦昭懒洋洋地回答, 宝珠心道也是, 便也不再多嘴。 另一个侍卫正在向肖策禀报 吴熙宇来主殿仪式, 这时秦昭进来, 后来还跟着吴熙宇, 侍卫见状, 默默地退了出去。 秦昭还没有来得及开口, 吴熙宇已抢在他前头, 向肖策行礼。 他身段妖娆, 行礼时露出的优美预警, 纤细的妖枝, 都格外地招人眼球。 秦昭作为女人, 看到吴熙宇这样的美人, 都觉得赏心悦目, 忍不住多瞧了两眼。 反观肖策, 神色平淡, 面对吴熙宇这样的角色, 没有丝毫的动容, 有如老僧作定。 或许是肖策见惯了美人, 从小在美人堆里长大, 又或许是因为肖策自己也是大美人, 所以对美的事物已然免疫。 反正他这个俗人比不上太子殿下的定力。 免礼。 肖策免了吴熙宇的礼, 便把视线转向了秦昭。 你见的姑, 怎的不行礼啊? 没见吴熙宇来了, 立刻抢在他前面, 占了他的位置嘛。 这个傻丫头, 就知道处在一旁看, 连骑马的争抢都不会。 秦昭以为肖策会被吴熙宇这样的绝色迷花眼, 结果他还是来管他行不行礼一事。 不过他很上道, 肖策一开口, 他便有模有样地行了礼。 妾身恭请殿下金安, 半日不见, 殿下又帅了。 所以呢, 他拍了他的马屁, 他能不能别再跳他的刺儿了? 尤其是当着吴熙宇这个女主角的面, 他也要面子的好吧。 肖策任何时候都觉得, 秦昭的宫规学得好, 看着赏心悦目, 就是有时候傻过头了。 过来, 帮姑言末。 肖策对秦昭下令, 吴熙宇一听这话, 立刻觉得这是好差事, 他抢先一步答话。 让妾身来吧, 秦姐姐身子弱, 这种粗重的活儿不适合他。 这一来, 秦昭瞬间觉得吴熙宇是个宫洞的材料, 因为懂得把握机会。 那吴妹妹来吧, 我占久了类, 在一旁坐会儿。 秦昭一说完, 宝珠立刻搀扶他往一旁的玫瑰椅而去。 他才不稀罕严末, 这种粗重的活儿, 确实不适合他这个弱女子做。 肖策冷眼看着秦昭偷懒, 却也不好当着吴熙宇的面说什么, 但总归是心里别扭。 秦昭这样的反应, 好像一点也不在意吴熙宇。 秦昭则假装看不见肖策投过来的冰冷小眼神。 他只是觉得吧, 没必要跟吴熙宇争什么, 人家是女主角, 他想争也争不过, 而且这一事, 他也不想为了肖策再争风吃醋了。 吴熙宇扫眼秦昭所在的方向, 暗沉这个女人的脸皮真厚, 居然还赖在主店不走了, 难道秦昭不觉得自己很多鱼吗? 吴熙宇不满秦昭的不识句, 秦昭却因为来这边是来用晚膳的, 既然是肖策的命令, 还可以蹭饭吃, 何乐而不为。 肖策不习惯身边有不熟悉的人伺候笔墨, 尤其是吴熙宇, 让他很不适应, 而他也断没有委屈自己的理由。 秦昭, 过来伺候笔墨。 片刻过后, 肖策便下了命令。 秦昭没有想到, 肖策还会找自己, 他看一眼神情僵硬的吴熙宇, 一时间不知道, 要不要代替吴熙宇的位置。 他是觉得, 自己试了几次, 都没能阻止吴熙宇进入东宫, 这说明剧情军力量强大, 他如果能避开女主角的锋芒, 或许还能够安然度过六月份的死结。 可是现在这样, 只会让吴熙宇越来越恨自己, 对他起杀疾。 怎么, 姑还拆尸不动你了? 肖策一记立眼看过来, 原本还在犹豫的秦昭, 瞬间满血复活。 来了! 他去到吴熙宇的身边, 吴熙宇的眼眶微红, 不甘不愿地让出了位置。 从小到大, 吴熙宇便是天之娇女, 他无需争抢, 便有人抢破头皮地, 把最好的送至他手里。 他从来没想过, 有朝一日, 自己会被一个下唐妇 压得没有还手之力。 肖策当然不会顾及吴熙宇的感受, 他对吴熙宇道, 吴良远, 你可以回了。 依照吴熙宇往日的骄傲, 肖策下逐客令, 他不可能再留下。 偏偏他一看到秦昭的脸, 便充满斗志, 一扫此前的颓废。 妾身想留下来, 陪殿下用碗膳, 可以吗? 肖策闻言看向吴熙宇, 吴熙宇瞬间红了眼眶, 泪眼连连的样子。 殿下, 妾身会很乖的, 只是用碗膳而已, 可以吗? 肖策曾经对秦昭的泪眼模糊, 有很深刻的印象, 但是对于吴熙宇的眼泪, 他一点感觉也没有。 吴熙宇却把握住机会, 见肖策没有第一时间拒绝, 便迅速地擦干眼泪,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妾身就当殿下答应了。 秦昭偷看一眼肖策, 发现他目无表情。 不得不说, 对付肖策这样的男人, 果然是要脸皮厚一些, 而且用苦肉计准没错, 反正踏实屡实不爽, 而吴熙宇也抓住了精髓。 半个时辰后, 主店传善, 吴熙宇挑了个 离肖策最近的位置入座, 还不忘对着秦昭道。 秦姐姐, 我可以坐这儿吗? 秦昭心道, 自己又不是东宫的主人, 问他做什么? 难道他说不准, 吴熙宇就不入席了? 他不想搭理吴熙宇, 吴熙宇却怯声声地 对着肖策道。 殿下, 秦姐姐是不是生气了? 肖策看向秦昭, 正好秦昭也看了过来, 表情看不出喜怒。 昭昭不是都良小的女子, 用善吧。 肖策此刻觉得, 应对女人这事很是麻烦, 肖策一下令, 秦昭便埋头开吃, 他觉得吧, 自己低估了吴熙宇的战斗力, 吴熙宇显然把他当成了最强劲的情敌, 处处在给他穿小鞋。 好在他和肖策之间, 也没有人家所想的男女之情。 秦昭只想快点吃完, 好远离这个战场。 吴熙宇看到他狼吞虎咽的样子, 眸中闪过了一抹轻视之意, 就这样的做派, 也不知为何太子殿下 要对他这般特别, 尚不得台面的下堂腹。 肖策也看到秦昭 着急用膳的样子, 他为他步菜时叮嘱道, 慢点吃, 没人给你抢。 秦昭抽空看了肖策一眼, 也不接话, 继续用膳。 他平时饭量大, 最近总是吃不够, 今天吃完了一碗饭后, 就只想快快地离开主店。 他吃了三分饱, 便放下碗筷。 谢神饱了, 殿下和吴妹妹请慢用。 他以萧食的名义 去外面走走, 走着走着就回到望月居, 他是这样打算的。 你正在长个儿, 多吃些。 肖策知道秦昭的饭量 不止这一些, 命人再装了一碗饭过来。 秦昭看着美食, 最后还是没忍住, 又吃了一碗。 肖策全程都在为秦昭布菜, 他喜欢吃什么, 他就加什么, 无心顾及吴希宇的感受。 吴希宇还没进东宫前, 就听说过秦昭在东宫, 恩宠是独一份的。 当时他只道, 传言太过。 今儿个近距离地看到后, 他才发现, 原来传言都是事实。 他心里难过的同时, 突然间看清楚一个事实。 他没有再轻视秦昭的理由, 因为肖策的看重, 秦昭做什么都是对的。 同样的, 肖策并不看重他, 他若不能够搬回颓势, 自己永远都不可能翻身。 哪怕他有美貌, 若肖策未发自真心地联系他, 他永远都不可能赢过情招。 贵妃姑母的话太对了, 要赢, 不只要凭借美貌, 还要看如何抓住男人的心。 他得仔细地回忆书中的情节, 找到其中对自己最有利的环节, 而后一举让肖策放下对他的戒心才行。 之后吴熙宇也不再自讨媚剧, 他用完完善后, 便自动自觉地告辞。 吴熙宇临走之前, 意味深长的一眼, 让秦昭新生警惕。 说起来, 他对吴熙宇这个女主角并不太了解, 只知她身份金贵, 容貌出色, 让男主和男佩迷得死去活来。 和吴熙宇打过几次交道后, 他只觉得吴熙宇没什么心计, 但人总会成长, 有吴贵妃和钟嬷嬷那样的宫斗高手在背后指点, 吴熙宇但凡有点悟性, 也会迅速地成长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关注。